要说到今年7月份娱乐圈的大事件,郑爽需恋情曝光,当属其中一件,自郑爽和男友张恒的恋情曝光后,两人也就毫不避讳,大方出门约会,之前就有媒体就拍到郑爽在剧组拍完戏后,两人共打一把伞,男友还一直搂着郑爽的腰,甚至还当街亲吻他。 很多网友也经常会在路上偶遇郑爽和男友的约会,两人曾一起逛商场,郑爽遇到粉丝给他们签名时,张恒就在旁边耐心等待,一直陪伴在郑爽身边,郑爽男友非常体贴,还会接送郑爽上下班。 就在昨天,又有媒体拍到郑爽和男友一起出门逛街的照片,郑爽穿黑色休闲上衣搭配蓝色牛仔,和张恒时指向扣紧紧牵着手,看起来非常恩爱。 在郑爽生日当天,他还在自己网站高调秀恩爱,向粉丝炫耀说自己收到了男友送的生日礼物,当时他还透露了自己对张恒的爱称,说张恒是你们嫂子。 看来郑爽在这段恋情中占据主动地位,一直是把男友当成自己的老婆啊。 看来郑爽